就是這樣說 不說這件事是由折可 一說這件事我就很生氣 因為昨天我不是說很多網友 送一些英國的東西來給我看 他們去英國或者找到一些不關他們的視頻 我昨天說完之後就更加多人送過來 因為他們去了英國 又拍他們去吃餐廳 又說不用戴口罩 又去吃什麼吃什麼 開始有些中國人茶餐廳開 那些外國人都來吃 我問他們的味道 也有八、九成 其實我也預計是這樣的 因為越來越多人過去 市場變大了 自然之人一定會想盡辦法 物流、運輸、去搞 你說是不是貴呢 一般茶餐廳 香港廣式茶餐廳 二人套餐 說明有兩個麗湯 即是中式廣式 兩種菜、兩碗飯、兩杯飲料 19磅 即是200元 中碟蚊 比起香港的比較貴 不能用港幣來計 香港也要百多元 隨時八、三、四元 二人餐 誰知道八、三、四元 茶餐廳差不多差不多 你一碟都差不多差不多了 不是茶餐廳的 你餐餐嘛 你餐餐不會說 很多時候是八、三、四元 但是八、五、六元也不奇怪 譬如一樣貴一點的 有時候這些菜餐廳加十元 通常是鮑魚雞煲 下面的魚香茄子、蒸水蛋 每上下選擇 然後兩個泥湯、兩個飯、兩個飲料 八、五、六元也要 八、四、五、六元 不看區分 那去十九磅 我覺得是貴一點的 也不算太貴 你英國最便宜的 都要七、八、十九磅 十九磅就可以了 七磅八磅吃什麼 七磅八磅 碟頭飯 OK 有沒有飲料 我平時不喝飲料 昨天有個網友 你吃的 當然很熟的 Belly哥 你是否真的過來英國 我說不是 說一下 他問那些人過來一定要找我 我問為甚麼 他問是死人阿正 他很久沒有回來 勾斷了 他說勾斷了 就是我們那個 的老友 你知道是誰 是嗎 是不是有些東西可以先穿來穿去 捐捐那些東西 我想 你回到那邊那麼多年 一定是有些東西你不熟悉 一定不會那麼熟悉 他說 你不要聽別人說 經常說甚麼 我們現在四點鐘就開始天黑了 現在十月 天黑沒問題了 如果你的夜太長 他人是沒有那麼開心的 你去加拿大也一樣 你去加拿大也一樣 你去香港 你習慣 你這些是真的習慣的 沒辦法 你去的那些 北部的地方 全部都一樣 如果你去到北歐 簡直是 日照時間只有幾個小時 所以那些人很憂鬱 因為那些一兩點已經是天黑了 太陽對於他們來說是奢侈品 奢侈品